那如果我們看到像雙B的部分 BMW M135i甚至於對上了賓士的A35來說 他們各自的戰力是如何呢 志祺幫大家分析一下 講到這個性能鋼炮 這兩台車應該算是去年年底的時候 最紅的兩台車 因為差不多的時間亮相 M135i這個部分 其實它最大的重點就是這一代我們知道 換成了非後驅的平台 那在M135i的部分它有X-Drive 所以它算是一個四輪驅動系統 但是賓士的A35 它一樣是Vomatic系統 在NGCC上面還是以前驅為主 所以基本上這兩台車有一個公平的基礎點了 但是當然買這種車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在它的性能表現上面 那M135i的它的馬力和A35一樣都是305P 但是當然調校上兩個品牌本身就有非常大的一個差異 那兩台車我都開過 但是A35的部分我只有開過四門的 那M135我個人覺得你可以不用把它當成一台前驅車來看 因為基本上它的第一X-Drive版就是一個在性能車上面表現非常好的一個四輪驅動系統 而且它這一次還有特別的加入ARB這個系統 這個東西是一個比較先進比較高階的彎道控制 有點類似彎道穩定系統 但是它並不是用DSC動態模式去偵測 它自己本身有一個ECU的電腦 所以它會去控制說你接下來這個彎要轉多少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車身穩定度的一個變化 去提前去做出四個輪子應該要有對應 這樣的做法就會導致你的四個輪子穩定性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例如以往我們常碰到大扭力前驅車 會有一個出彎的時候補油那種扭力導向的這種問題 它可以把它慢慢慢慢的消擬掉 所以當然以操控性來說 之前的X2 M135 M235i就已經讓大家很耳目一心了 這根本不是一台CUV 它就是一款大一點的鋼炮 那在M135i的部分其實它的性能表現真的是讓我大吃一驚 原本的預期其實有點沒有這麼高 因為在過去的E系列的M Performance車型的部分 因為它是後驅 而且畢竟沒有所謂我們一般這種小車的房車的多一節的屁股 所以你在彎道中的動態其實會稍稍的不穩定一點 如果你是大馬力的後驅的話 那改到四輪驅動系統 當然這個穩定度的部分是一定會改善的 那最後我覺得比較大的差異是 如果你把兩台車的規格表攤開來看 其實M135i是稍微略升一點點的 包含它BMW很多新世代的一些比較便利性的配備 或者是即便像是這種高階的頭燈組 電動尾門這些你買到250幾萬的車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比較 我覺得大家會顧慮有一個點 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要職工M Power的車型的話 E系列真的現在就是還沒有 因為車名不能叫M1嘛 不知道要叫什麼 所以一直都沒有出 上一代都沒有出了 那A35你至少是A50跟A45中間的一個過渡產品 那A250很多人覺得 哇這個底盤其實調的還蠻跳的 動力又比較薄弱一點點 A35是不是比較適合的一個身份 A45又是我追求即時性能的一個車款喔 我覺得M135i的身份比較沒有辦法那麼的去凸顯自己是純粹的M performance 我覺得這個是稍微可惜一點點的地方 所以聽到這些分析之後 乃哥你覺得呢 就是如果說一些鋼炮迷們要選擇的話 到底應該要選擇M135i或者是A35呢 感覺上好像A35又稍微再強一點點了 對啊 不是應該這樣說啦 剛剛從GTI是那種小辣 現在我們跳中辣 為什麼 因為它還有大辣的東西嘛 就是它的A45嘛 但是我覺得說賓士這幾年來說的話 應該是說推出很多符合不管市場還是這個價位帶的產品 吃到了甜頭 結果他們發現吃完甜頭之後還有什麼可以玩的 就是AMG三個字 可以玩一下 結果所以他就推了從一般你想要 想要這三個字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買一個250LINE AMG LINE對不對 那只是一個假象 一個look而已 對 可是你要一下從這個基本款跳到真正的AMG45的話 那個落差很大那差了兩台車 真的 對不對 你等於賣兩台還補不到 所以我覺得賓士也想到這一個 就是說好吧 你們有這些什麼GTI R什麼這些名稱 我不能用只用一個AMG就吃完了一盤菜 不行我還要再多做一點手腳 就推了這個A35 而AMG A35呢它的馬力已經到達306匹了對不對 正如剛剛這個智希講的 為什麼它要一樣用四驅的系統 因為你知道其實這種小車喔 當上一代的E系列還用後驅 它有駕駛樂趣 但是你被迫在空間機械上面取得平衡的時候 你變成前驅的時候 你很多的設定是沒辦法達到真正鋼炮的標準 所以做成四驅是最完美的 你在調配上是最容易的 尤其它這個高馬力 但是你知道A45它是一個馬力炸到很大 因為它用2.0的渦輪增壓引擎 但是它馬力要炸到300多匹 甚至421匹的這個AMG45 S 這樣子的大馬力的話就會造成什麼 你這麼小排氣量你要炸那麼大馬力 就會有渦輪持值對不對 所以你注意看A35的設定來說的話 你會發現它的轉速都偏高 最大扭力出來竟然要3000轉4000轉 那也就代表說你看我們現在只要渦輪增壓 小排氣量大概都1000多轉就出來了 它要拉到那麼高 也就是它是高炸出來的一個馬力 所以它要能好開它一定要四輪驅動 但是你要想到這個A45 S 這400多匹的話那是更離譜更難開 所以我覺得A35它會是一個折中 退可攻進可守的 這個進可攻退可守的一個選擇 那當然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說 它除了A45當時是整個AMG系統中最入門的跑車 還要300多萬 可是如果我加上了這個A35下去的話 我AMG你要取得這個名字是有性能的AMG 不是Look的AMG 我的這個又往前走一步 你可能又提早五年 少存五年的錢就可以買到AMG的車了 所以我覺得它有一些戰略性的功能性在 那當然A就是一個很好調整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說A45到底是不是真的AMG 對不對 大家很多人遲疑這個懷疑 你要懷疑那麼多沒有用 我再給你一台A35 在你還沒懷疑之前你就會想買 為什麼 250萬 算起來的話很划算 對不對 以這些車來說的話 不過以不論是AMG135 或者是A45這兩款非頂天的鋼炮來說 它的性能上面表現還是非常的強大的 可是相較於BMW來說 感覺上賓士在性能車款上面的選擇 似乎會比較多一點點對不對 沒錯 其實剛剛哪個都已經幫我們介紹到了 那如果我們對於賓士的車系構成 不是那麼清楚的話 我這邊再重複的highlight一下好了 就是說現在的A-Class 基本上跟以前的A-Class有點不一樣 以前的A-Class 所謂的AMG只有一款車就是A45 第一代的A45出來那時候 真的是寄精四座 一台先備車鋼炮 居然就可以到快400匹 380 小改後是381匹 小改前是360匹 那個時候就嚇死了 而且我記得我那時候體驗的時候 那感覺真的有點瘋狂的感覺 因為一台先備車你沒有辦法想到會快到這種程度 在以前只有去開那種重改的先備車 才有可能到這種程度 然後 所以這樣子的好評延續到現在 第二代的車款出來以後 他當然就要把這一道菜繼續的炒香 繼續做大 做大的方法剛剛乃哥介紹了 既然你要到A45有點貴 要300多萬 那不如我們來弄個200多萬的 AMG吧 這樣子的話大家都比較好入手嘛 所以於是我們有了現在的所謂的A35這個車子 那這三台車我們現在看到 列開來 A35 A45 A45 這三台車到底差別在哪裡呢 我先強調一下 A45 這台車現在是以台灣是沒有進的 對 現在我們台灣只有A35跟A45S而已 因為為了要分開一點 對 你這樣三個性能就卡在那裡 對 選擇困難像我的話 我走進展示金 我不知道要買什麼 三台全賣 那絕對不是我 有錢就是任性 對 然後這三台車既然這個沒有的話 我們先暫時不要看好了 我們就看A35跟A45S A35來講的話 這三台車都一樣是2.0升的 四缸渦輪增壓引擎 其實很厲害 現在2.0升 只要加了渦輪以後 300匹甚至400匹都做得到 真的很恐怖 沒錯 大概20幾年前 我還記得那時候說 2.0升的性能之王霹靂 也不過100 對 才150匹 現在直接跳就是兩倍 甚至快三倍 這其實是科技的進展 還蠻可怕的 除此之外 其實他們都是四輪驅動 因為剛剛乃哥也有講到 這麼強悍 這麼大的馬力 這麼大的輸出的車子 只拖個前驅或拖個後驅 真的是抓不住了 整台車在路上會變得很難開 所以必須要弄成四輪驅動 然後但是經過不同的調校 以後就像剛剛講的 A35在台灣 然後價格上很簡單 A35就是250萬 也就是一般人高級車的預算 你再加一點點就有機會 入主正AMG 但是如果你真要終極性能 A45 A10的話 你就要拿到326萬 但是想想 326萬就可以換到3.6萬 0到100的加速 真的也是算划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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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